好,同学们请开黑板 老师画了一个五线谱 接下来老师会写四个音符 大家注意一下这四个音符的位置 好 大家发现四个音符全部都在尖里 第四间,第二间,下加一间,下加三间 那么这四个音符就是我们小提琴上四根弦的空弦 好,首先老师告诉大家 最上面这个音符是me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五线谱的规律 和音阶的规律来推算出第二根弦这个音是什么音 好,首先五线谱的规律是 尖,线,尖,线 如果这个是me的话,那么往下走就是ry ry往下走就是刀 刀往下就是吸 那么吸再往下走就是拉 第三线下来是第二根弦 第三线下来是第二间 那么这个小提琴第二根弦的音就是拉 好,那我们继续推荐第三根弦 拉 so fa ni 那么接下来 这个是ry 第二间第二根第二线 第一间第一线 下加一间 好,接下来推算第四根弦是什么音 首先三弦ry ry下来下加一线刀 下加二间吸 下加二线拉 那么接下来下加三间就是so 好,这就是我们小提琴第四根弦so mi la re so 最上面这个音 叫做mi 那么我们的阿拉伯数字呢 就是三 第二个音是我们的二弦la 阿拉伯数字是六 第三个音是我们的ry 阿拉伯数字二 第四个音是so 阿拉伯数字是五 好,我们小提琴四根弦的空弦是mi la re so 再说一遍 mi la re so 然后他们都是在尖里 是从五线谱的最上面那个尖开始 每一个音都隔了一个尖 大家看 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中间隔了一个尖 第二个音和第三个音中间隔了一个尖 第三个音和第四个音中间也隔了一个尖 好,大家发现了吧 它非常有规律 四个音全在尖里 然后每两个音之间隔一个尖 好,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练习 一弦空弦咪 大家记住 一弦空弦咪是最高的那个 所以位置在最上面这个尖 二弦空弦拉 隔一个尖到这里 三弦空弦right 又隔开这个尖到这里 四弦空弦骚 然后我们要画两条线 隔了这个尖 我们到这里 五分钟 五分钟 一个尖 一半 二半 逅